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刚好是世界鹦鹉日 所以咱来说鹦鹉 那么鹦鹉在所有鸟类当中 可以说是最聪明的鸟之一 它们的智力差不多跟乌鸦一个水平 在整个动物界也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而且跟乌鸦相比 鹦鹉还多了一个技能 就是会学人说话 这个乌鸦来不了 所以给人感觉好像鹦鹉比乌鸦还要更机灵一些 那么会说话的鸟 咱前一阵刚说过一种 就是八哥 然后顺便还提到了鸟哥 也叫九官鸟 它俩跟鹦鹉一样 都是因为会说话成了常见的宠物鸟 至于这些鸟会说话呢 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 叫鹦鹉学蛇 意思是它们说的这些话 只不过是在模仿 人说的话它们听多了就学去了 就是模仿个发音而已 说的什么意思 它们肯定不知道是吧 哎 那么这一点呢 你说八哥啊 聊哥他们 甚至说绝大多数鹦鹉是这样 那确实没问题 不过还真就有那么一种鹦鹉啊 明显有点与众不同 就是非洲灰鹦鹉 就灰鹦鹉说话的那个语调 还有发音的清晰度 其实已经跟人非常接近了 有点能以假乱真的意思 而且来说 说灰鹦鹉它们很有可能 已经不是在简单的模仿了 有很多研究发现 它们好像真能理解单词 甚至句子的意思 已经能和人对话了 甚至有时候啊 这些家伙竟然还透着那么点幽默感 简直都会让你恍惚 是不是有人在幕后 跟他演双簧那种感觉 特别不可思议 所以这些家伙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今天这期啊 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 非洲灰鹦鹉 说有那么一只灰鹦鹉啊 经常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聪明的鸟 它的名字叫Alex 为什么说它最聪明呢 是因为它好像能理解 自己说的话什么意思 不是模仿一个发音那么简单 比如研究人员给它看两把钥匙 问它有什么不同啊 它回答 颜色 然后再问什么相同呢 它回答形状 然后再问哪种颜色更大呢 它回答黄色 也就是说啊 Alex不但能分辨颜色和形状 还能理解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什么是相同 什么是不同 这些概念 他只有知道这些词什么意思 才能这么跟人对话 然后另外还有个例子 也很说明问题 说Alex曾经单独学过 yummy好吃这个词 也单独学过bread 是面包的意思 后来他第一次见到了生日蛋糕 尝过之后 竟然说了一句 yummy bread 他自己把这俩词 给组合起来了 就很离谱 而且你想啊 这生日蛋糕和面包 长得也不像啊 是吧 他是尝过之后 才发现了奶油下面的面包 很明显 他对bread这个词啊 什么是bread 已经有自己的理解了 然后再一个呢 Alex还被认为是 有史以来第一只 提出问题的动物 据说有一回 他照镜子的时候啊 竟然对着镜子问 what color 问自己是什么颜色 主人就跟他说 你是gray 灰色的 然后他就学会了gray 这个词 也就是说 Alex已经不光是 等人类问问题 他来回答了 偶尔他也会有 自己的想法 会主动发起对话 你说一只动物 能有这样的行为 反正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一种颠覆认知的感觉 那么实际上 网络上有很多灰鹦 和人对话的视频 有观众可能也看过 有些感觉比Alex还厉害 好像什么都听得懂 对打入流的 所以为什么Alex比他们有名呢 我觉得是因为可信度 网络上好多视频啊 灰鹦五确实说了很多话 发音也很漂亮 很完美 但他是不是真的在跟人互动 视频有没有剪辑的成分在里面 那就不好说了 然后Alex这边呢 他是有科学家 艾琳·佩帕伯格训练的 整整花了30年时间 训练方法有严谨周密的设计 而且有很多学者 一直在关注这个研究 也有很多现场拍摄的画面 这么一来 可信度就会高很多 那么实际上 除了Alex之外啊 还有只灰鹦五 也被科学界关注过 这只灰鹦五名字叫NKC 它号称是大约1000个单词的水平 能说很多完整的句子 而且上句下句呢 还基本都能挨着 非常了不起 那么NKC最有名的诗集 是跟生物学家 真古道尔博士 世界上最著名的黑猩猩专家 说NKC平常训练的时候 曾经看过古道尔博士 跟黑猩猩的合照 也学会了Chimp 黑猩猩这个词 后来古道尔博士来拜访他 他竟然认出博士来了 而且还问了一句 Gottah Chimp 你带黑猩猩了吗 这话就显得很幽默 是吧 所以古道尔博士也很服务他 说他是物种间交流的典范 这个评价也是相当高了 至少他研究的黑猩猩 可到不了这个水平 所以非洲灰鹦五的语言天赋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这事儿得先从生活在野外的灰鹦五说起 说全世界现存的鹦鹉 一共大约400多种 分在鸟缸鹰形墓的四个棵里面 分别是鹦鹉科 金刚鹦鹉科 凤头鹦鹉科 和萧鹦鹉科 其中绝大多数鹦鹉 来自鹦鹉科和金刚鹦鹉科这两棵 然后有些地方 把鹦鹉科叫旧世界鹦鹉科 金刚鹦鹉科叫新世界鹦鹉科 本意是按照它们原产地来划分 倒是也不错 不过新世界鹦鹉科这个叫法容易引起误会 因为这颗的鹦鹉 它并不是全都来自美洲 比如咱们今天的主角非洲灰鹦鹉 它就来自非洲 而且它还是这颗的魔式物种 所以叫新世界鹦鹉科就差点意思 还是叫金刚鹦鹉科更合适一点 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鹦鹉 原产地是热带亚热带地区 尤其是大洋洲和南美洲种类最多 主要是低纬度的森林雨林这些地方 所以灰鹦鹉也不例外 它们的老家在非洲的中部和西部 刚好就是赤道穿过的那一片 然后说灰鹦鹉的长相也特别好认 因为大多数鹦鹉给人的印象 都是五颜六色滑滑绿绿的是吧 一般身上都非常华丽 但是灰鹦鹉呢就比较低调 它全身上下基本就是一身银灰色 然后眼睛周围有一圈白色 一点都不张扬 不过识别度倒是很高 那么灰鹦鹉唯一特别鲜艳的就是尾巴 它们尾巴是红色的 而且还是鲜红鲜红那种 尤其飞起来的时候更显眼 跟挂了个警示灯似的 这是它们的标志 然后说野外的灰鹦鹉 是典型的群居动物 不管是平常在树上 还是偶尔到地面上 经常都是无羊无羊一大群 据说一群数量最多能有一万只左右 看起来特别壮观 那么说灰鹦鹉的性格呢 它们不光是喜欢群居 而且还喜欢社交 跟周围的小伙伴互动交流非常多 非常频繁 时下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射牛或者叫画牢 可以说它们各顶各都是射牛和画牢 比如动物学家曾经在钢国研究野生灰鹦鹉 发现这些家伙 站在树上闲聊的时候 竟然能发出200多种不同的叫声 画样特别多 而且其中有9种明显是在模仿其他鸟类 还有一种是在模仿蝙蝠 当然说的什么意思不知道 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在聊八卦 说别人闲话一样 比如话里提到蝙蝠了 就模仿了一下 像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婚姻5这些家伙呢 天生就是画牢的性格 与生俱来有一种想要交流的欲望 它们这种社交属性 可能就是它们后来学人说话的基础 不过话说回来 想说话是一回事 能发出人类那样的声音 就是另一回事了 毕竟你想啊 就算是跟人类亲缘关系 最近的黑猩猩 也没听说哪只黑猩猩 会说半句人话是吧 然后你再看婚姻5呢 婚姻5跟人类的共同祖先 那都得是三亿年前了 结果倒是他们 最能像人类一样说话 这怎么回事呢 咱接着往下说 所以为什么鹦鹉说人话 说得这么像呢 主要因为具备三个特征 首先一个特征 跟之前说的八哥一样 因为它们对敏管的控制 可以做到非常精细 有大量的肌肉和神经 是用来控制敏管的 这是它们能发出 各种声音的基础 然后再一个呢 你像咱们人类来说的话 也不是光有声带就能说话 是吧 还得有舌头和嘴的配合 你才能说话 那么这方面 鹦鹉和八哥相比就有优势了 因为鹦鹉的饮食 包含大量的坚果和种子 它们的嘴为什么那么粗壮 还弯得像个钩子呢 就是为了破碎坚果用的 相当于一个核桃夹子 然后夹子发力的时候 它还得用舌头帮忙 时间顶住坚果 把它固定住 外壳压碎之后 再用舌头舔出来 就跟咱们嗑瓜子儿一样 其实鹦鹉也会嗑瓜子儿 所以它们的舌头呢 就变得既厚实又圆润 还非常灵活 有点像人类的舌头一样 说话的时候啊 发音就会更准确 更清晰 这是它们的优势 好了 有了精确控制的鸣管 还有灵活无比的舌头 这样就能学人说话了吗 其实还不够 你比如说猿类 2016年曾经有下研究 说其实猿类负责发声的器官 跟咱们差不多 该有的结构它都有 甚至研究人员 还模拟出了它们的声音 也就是说 它们具备说话的潜质 所以为什么说不出来呢 是大脑的问题 说原类大脑啊 并没有类似人类的语言中书 虽然有发生器官 但没有复杂的神经信号 去控制它 所以就只能发出 简单的声音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 就好比是吹口琴 口琴都是同一个 会吹的能吹出世界名曲来 不会吹的 就只能呜呜呜了 是吧 人类和原类 就是会吹和不会吹的区别 所以鹦鹉能像人一样说话 就说明它们的大脑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 尤其是灰鹦鹉 这块已经是相当发达了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因素 你想野外的灰鹦鹉再聪明 它也只能学习同伴的叫声 或者周围一些动物的叫声 只有长期跟人生活在一起 接受人训练的灰鹦鹉 才能彻底激发出潜能 你比如刚才说的阿雷克斯 他就被认为能达到五六岁儿童的智力水平 而且据说直到阿雷克斯去世的时候 他还一直都在进步 当时他是31岁去世的 灰鹦鹉的平均寿命大约是45岁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意外去世 也许阿雷克斯还能学会很多东西 不过很可惜已经看不到了 那么除了语言能力之外 说灰鹦鹉还有个著名的实验 这次他们的表现 就连人类都要自愧不如了 说2020年的时候 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研究所的团队 发表了一项研究 研究的对象就是八只非洲灰鹦鹉 科学家们想知道什么呢 他们想知道灰鹦鹉有没有利他行为 也就是说他们会不会不计回报的帮助别人 那么整个测试过程设计的非常严谨 首先灰鹦鹉们都接受了一项训练 工作人员事先给他们一些筹码 如果灰鹦鹉把筹码递给工作人员的话 就会获得食物 当然这种训练对灰鹦鹉来说 那肯定小儿科是吧 八只灰鹦鹉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接下来的正式测试 有两只灰鹦鹉合作完成 AB两只鹦鹉 一人一个小隔间 玩舌中间有个小孔能递东西 小A这边有十个筹码 不过他跟工作人员换食物的窗口 被堵上了 换不了食物 然后小B这边倒是能换食物 但可惜他没有筹码 这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是小A的高光时刻了 他竟然很快就看出了门道 自己留着筹码没用是吧 还不如给小B让他吃点呢 所以小A就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筹码一个一个的都递给了小B 让小B大吃了一顿 非常了不起 然后研究人员让所有八只灰鹦鹉 都扮演了一遍小A的角色 结果竟然有七只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就把筹码给了隔壁的兄弟 别人吃着他看着也无所谓 就这么洒脱 看来他们这种利他行为 是灰鹦鹉的普遍现象 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干 不过研究人员呢 还得排出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小A会不会只是因为好玩 才传递了筹码呢 所以就又设计了三个测试 第一个 两边换食物的窗口都堵上 谁都没得换 结果小A一看小B拿去也没用 还真就没给他 后来等小B那边窗口一打开 小A很快就给他了 就这么机灵 然后第二个 小B没在家 隔壁没人 小A当然也不会传递筹码 最后第三个 小B那边换不了 小A这边倒是能换 那结果很明显 小A自己就换食的了 这就说明小A得是能看到 小B能得到好处 才会去帮他 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呢 看来灰鹦鹉是真的有利他行为 是吧 这种行为在鸟类当中 还是头一回发现 之前研究乌鸦也没这个 而且就算整个动物界 除了人类之外 也只有窝黑猩猩 还有红毛猩猩 有过类似的举动 所以说灰鹦鹉这一点 还是很厉害的 那么在这儿 还有个问题 就是除了灰鹦鹉之外 其他鹦鹉怎么样呢 研究人员要找了一位 做了个对比 就是蓝头金刚鹦鹉 跟灰鹦鹉是同一颗的 不过这位就基本上 没有给同伴传递筹码 所以这里面什么原因呢 科学家们也分析了 说他们俩的区别 可能在于群体规模不一样 蓝头金刚鹦鹉 同常只有两到四只一起生活 社群很小 跟灰鹦鹉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所以说灰鹦鹉的语言能力 智力水平 还有利他行为 可能都是这种社会性的结果 也就是说你社交越多的话 就越有利于大脑的发育 不过反过来呢 如果灰鹦鹉没有生活在野外的社群里 而是生活在笼子里的话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咱接着往下说 那么鹦鹉因为会学人说话 成了最受欢迎的宠物鸟 比如2020年曾经有相统计 说世界上所有鹦鹉当中 其中大约有一半是被人类饲养的 差不多跟野生鹦鹉一样多 不过养鹦鹉当宠物 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鹦鹉的社交需求 尤其像是灰鹦鹉这种有射牛属性的 你每天得有大量的时间跟他交流 跟他玩 他才会舒服 这就好比是你让一个射牛整天宅在家里 也没人跟他说话 家里也没什么好玩的 只有接外卖的时候跟人说声谢谢 你说他能好受吗 肯定受不了 是吧 那么灰鹦鹉呢 也是这个道理 你比如说Alex 他作为科学家的训练对象 每天都有人跟他交流 跟他互动 有很充实的训练计划 所以他的认知水平 语言能力才变得这么强大 但如果是普通人养宠物呢 估计就没这么多时间了 灰鹦鹉很容易会感觉到孤独 这样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典型的症状 就是拔毛症 他们会自己把身上的羽毛拔掉 相当于是在自残一样 那么这种行为 野外的灰鹦鹉基本上没有 但是人工未养的据说40%都出现过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 然后再一个 因为灰鹦鹉的宠物贸易呢 他们老家非洲那边的种群数量 也很不乐观 其中最严重的是加纳 说加纳的灰鹦鹉 也就20多年之前 数量就减少了90%以上 很多地方直接就局部灭绝了 另外2017年还有个数据 说1975年以来 国际贸易当中光是合法出口的 有手续的灰鹦鹉 就大约有130万只 而且灰鹦鹉在捕获运输的时候 死亡率还非常非常高 大约能高达60% 也就是说被抓获的灰鹦鹉 至少也得有200多万只 这还只是合法的部分 非法贸易那块就更没说了 所以早在2016年 红色明露就把灰鹦鹉调成了 宾威物种 需要加大保护力度 至于养来当宠物这事 就不建议大家想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灰鹦鹉的话 就把这一期再看一遍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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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